台湾男星张震这一位当地职业棒球比赛 担任开球礼的嘉宾 出场之前张震一直在场边练习 结果成功订出好球 一众球迷都为他欢呼 最近张震有份演出的一部荷里活大作 在台湾上映 票房收益接近台币一亿元 能够在疫情阴霾下做出好成绩 张震都觉得很满足 我就还蛮开心的 因为现在要进戏院其实不容易 大家还是要突破一些心房 但是有一些东西 真的只能在特定场合看 导演很用心在画面的表现上 还有这些其他的演员真的是蛮厉害 当然我还OK在里面 就是真的OK而已 这次是张震重映30年来首次进军荷里活 问到他的拍摄感受和挑战 张震就说最重要是和导演建立互信 那这个戏那个典礼导演 我们就是拍摄《沙丘之前》 我们就认识 其实我们在聊很多电影的话题的时候 都蛮投缘的 那所以他找我演这个 尤金医生的时候 其实我蛮放心的 那到了现场跟他合作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默契上是很足够的 那第一次 虽然第一次参加好莱坞制作的电影 但我觉得跟其他演员 Timothy、Ascar、Rebecca 他们一起相处 我觉得其实都蛮好的 因为每个人的戏都不多 所以每个人都要把握住最好的那个 把所有的重点都要表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然后这都是跟导演有一个很好的信任在 话说台湾影坛的年度盛事第58届金马奖 将会在下星期公布入围名单 曾三度问鼎金马影帝不果的张震 这日都分享了他的心情 金马奖的入围 我觉得金马奖入围 我其实没有什么想法 当然如果可以入围 当然会很开心 对 然后其实我最讨厌就是十月 你知道吗 十月又要我自己生日 然后金马奖入围名单揭晓 通常到十月都不是有 对 先不要期待好了 没关系 今天来开球 开球开心就好